不要再睡覺了 趕快起床 欸欸 這一個 開心的睡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冠冠爺 歡迎來到我們 Minecraft的追程一百四十集囉 我們上一集的 沒錯 就是這一個洞啊 那剛剛也成功又繁殖出了 一隻 新的雪狐喔 目前總共四隻 那這個 來來來 這個甜美油 要趕快先採收下來 不然狐狸喔 都會偷偷的把它吃掉 我就不能繁殖他們了 然後對於這個雪洞呢 有很多觀眾有很多建議喔 像這個柵欄呢 因為我現在只用一層嘛 到時候如果兔子要帶過來的時候 如果被狐狸瞄到 他是有辦法跳過一格的柵欄喔 所以這個到時候再加高一些喔 然後大部分人對我這個瀑布 是一致好評喔 只是有的人覺得說 這個瀑布晚上的時候有點暗喔 希望我在上面加一點照明的東西 來我們這邊應該還有 裝飾聖誕樹剩下的一些螢光石吧 有人是叫我用海燈籠啦 但是我這邊沒有海燈籠喔 還要跑去海島那邊才有 在這邊 有一些螢光石喔 拿這些就夠了吧 來 來我們的這個瀑布裡面喔 是可以佔人的喔 那有觀眾建議我說 用不規則的形狀喔 來這樣應該是可以了吧 來這樣子 有啦有啦 這樣子也是要等到晚上的時候 比較好看清楚 那我們就晚上再過來看 那我們現在來做什麼呢 我們應該是可以把動物帶回去 雖然動物還不夠多喔 怕會有意外喔 我們會再多繁殖一下 那我們先確保 這些動物可以平安到地獄門那邊喔 我們今天先來把這個 到地獄門的路先把它挖通 從這個瀑布上來的話 這邊到時候加一點樓梯什麼的 都很簡單喔 我們主要是先看能不能挖到對面那一個地獄門去 那個地獄門的位置 讓我們比我們的瀑布再高一些喔 所以我們一邊挖一邊往上走 到時候再把洞擴大就好了 來看到泥土了 應該要出去了 有沒有 這裡 地獄門 這邊嗎 喔喔喔 差不多差不多 這裡這裡 來我們從這裡挖回去 來從這個瀑布這邊有沒有 看得到地獄門喔 跳一下就看得到了 所以這一條道路是挖的沒有錯的喔 那我自己再把這個洞加大一點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地獄門裡面的地理環境好了 來我們這裡呢 欸 欸我先看一下 我們家的方位應該是在 啊這邊這邊這邊 感覺要往這個方向走是一個大工程喔 我以前有時候我們應該要蓋一個 地獄的大車站嘛 然後把各個可以連接的地方 連接在一起喔 看這個地方應該就變什麼 雪地站之類的 啊我們那個冰山那邊就什麼冰山站啊 喔喔喔喔喔 再介紹你又在那邊亂 走開 欸沒有打回去 這邊 可以 以牙環牙哈 打擾我介紹 反正那時候我們弄出蠻多的地獄車站的 那這個車站我們就直接 先稍微做一下好了 那既然我們這個地方算是 嗯算冰赤地形啦 那我們這次就用冰 藍冰好了 藍冰來做一些改造吧 那我這一次想做的很簡單喔 我們就把整個 沒錯 我們現在大部分能看到比較近的地方 我們全部都把它弄成藍冰喔 我想要把它變成有點像冰凍的一個感覺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來這個我們全部鋪到完喔 可能 可能也老了三歲啦 那這一集也不太確定能鋪到什麼程度啊 反正我們就盡量鋪 鋪不完的我自己私底下再來鋪喔 一段時間厚厚厚 來我們先鋪了這一小塊來看一下 因為這樣子很突兀嗎 就是在這個地獄這麼炎熱的地方 怎麼會突然出現一些冰喔 但不管喔 我還是要全部都把它鋪成藍冰喔 反正我們的藍冰 呃那邊應該是 挖不完啦 我們那邊藍冰超多的耶 我只怕我的絲綢之觸搞到時候挖到壞了 反正就是盡可能挖到他 不能再挖了 我們就看到時候佈置成什麼樣子 藍冰不夠了 那我先回去採一點藍冰 一邊採藍冰的過程中 一邊來講一些故事好了 那我那個地獄車站的那個冰的構想呢 其實主要是看到了那個 你們知道世界上一個地方叫冰洞嗎 冰洞從這邊上一直來看就是 就是一個洞 然後裡面都是冰柱之類的喔 那有點像我們的冰刺地形 只不過我們的冰刺地形是裸露在外面的 那那個冰柱是在洞裡面才會看得到喔 也是有點像 中乳石洞那種感覺 那世界上比較有名的冰洞呢 就是 奧地利的冰洞喔 那這個冰洞是在奧地利的 薩爾之堡 以南的一個石灰岩洞 我們先來說說這個薩爾之堡了 薩爾之堡呢 他全年的溫度 我看他跟台灣其實差不多喔 感覺起來是蠻涼爽的喔 但是跟台灣這邊比起來的話 還是偏涼快的一些 不知道你們對薩爾之堡這個地方 默不陌生喔 著名的音樂家莫札特 就是在這邊出生的 那薩爾之堡這個冰洞呢 應該說他是石灰岩洞啦 這個石灰岩洞呢 全場有42公里喔 當然他冰洞的部分應該沒有這麼長啦 應該是指這個石灰岩洞的長度 那這個冰洞呢 他是在山上喔 你要進去的話 還要爬一下山才可以進去 那裡面好像沒有導覽員 是不可以隨意進出的喔 他每年也只有在 五月到十月的時候才會開放 那也不知道你們有想過 這個冰洞是怎麼形成的喔 因為這個冰洞他是石灰岩洞 那石灰岩洞呢 他其實石灰岩之間會有一些縫隙 可以讓血水滲入喔 那血水滲入的時候 其實溫度是極低的 他是因為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的這個原理呢 就讓整個山洞裡面呢 保持 長年低溫的一個狀態 所以冰住呢 那個血水慢慢的滴下來 結果就慢慢滴成 冰雕的那個形狀 再加上 一整年大概都是 負二十度的低溫 才可以讓冰洞裡面的冰呢 都不會融化喔 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有觀眾去過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觀眾有很厲害耶 像我們之前不是有提到 像是什麼 德國的聖誕市集啦 或者是在 歐洲慶祝生日的方式啦 我們有很多神通廣大的觀眾喔 他們就是 都有在那個地方喔 像我上一集不是做那個瀑布嗎 然後也有觀眾跟我說 他就是住在加拿大喔 他才剛去看完這個瀑布而已 我就做這個主題了 然後他也很興奮的說 我講的都是正確的喔 代表就是我的功課沒有白做喔 還好沒有被當地人吐槽喔 所以該不會又有觀眾去過這個冰洞了吧 我是蠻期待的喔 那除了這個奧地利冰洞之外呢 其實這個奧地利冰洞 不是全世界最壯觀的冰洞喔 最壯觀冰洞在中國大陸 上面有一個 山西的爐牙山喔 這個冰洞只有100多公尺 跟剛剛那個40幾公里的石灰岩洞 比起來差超多的耶 可是這裡面不要小看這100多公尺喔 我給你們看他的照片喔 長這個樣子耶 這個才是鬼斧神功吧 山西這個地方 他平均溫度都有在20幾度喔 並不是說可能長年都是 冰天雪地的地方喔 這個冰洞形成的原因 至今聽說是個謎啊 因為我們剛剛奧地利那一個是有 血水滲入嘛 然後讓裡面都保持非常低溫的狀況 而且他是有機會融化的喔 所以不能太常進去參觀 可是這個爐牙山呢 他不是長年都在下雪喔 你看他夏天的景象 長這個樣子耶 所以說他沒有下雪的時候 他不知道是怎麼保持這個 長年低溫的狀態 而且他每天都在增加新的冰喔 就我們今天如果開放進去參觀之後 可能有一些會融化嘛 可是當天晚上呢 那些冰又自己再生了 你看他這個冰柱的感覺 更像我們的冰刺有沒有 只是他很細喔 那他這個冰椎啊冰柱啊 其實都是非常大的喔 他有的長到30公尺 而且有的直徑竟然是6公尺耶 而且這裡面照片怎麼拍都漂亮喔 我網路上找的照片都是超漂亮的耶 那這兩個冰洞 唯一不同的地方 比較明顯的就是 我們前面奧地利這個冰洞裡面是沒有電燈的喔 大家是要拿油燈進去的 那3C這一個呢 裡面都已經做好就是 比較像觀光步道的感覺了喔 那我應該也會稍微弄一些 像這些冰刺的東西 放在我們的冰洞裡面喔 可以順便跟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搭個做個呼應喔 那我覺得我們就 呃 加緊瑪麗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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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各位 哇有點累 因為我我我我 我其實沒有做太久 只是因為一直上上下下的 就是有點頭暈喔 經過我們的一番努力之後 我們的冰洞 終於變成 這個樣子了 欸我裡面還有那個熔岩史萊姆喔 小心喔 我已經把那隻大隻的打死了喔 那他這個小隻應該攻擊我 好像不會痛嘛 對不對 那隻我們要偷偷的把他保留下來 不要讓他看到我們喔 你們仔細看 我這個有做這個小冰柱喔 不論是上面還是下面都有做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 還有原本就有的這個螢光石 還有地獄馬上現彩 新鮮的螢光石喔 我都把它拿來做這邊的佈置了 那這個後面原本還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我故意做一面牆把它堵起來喔 不然我覺得我根本就做不完喔 那另外一邊的話 呃沒錯 就是地獄的場景喔 不是這樣子 違和感超重的嗎 那個對比超鮮明的喔 這種強烈的對比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喔 那你們剛剛在看加速片段的時候 我有回去樹屋那邊拿那個 陰架啦 喔不然沒有陰架 我上面那些冰真的是 撲到來喔 我真的是 大概九十歲了吧 那我剛剛有用很多空檔時間來 生狐狸喔 我們來看一下狐狸 我只要回來挖藍兵的時候 就一定會回來餵一下狐狸喔 到時候我們再選幾隻健康的狐狸 一起到我們的現實世界去喔 要選健康的喔 因為這樣子他們的命才夠大喔 是的各位 我們的這個地獄門過來之後的這一塊空間呢 看起來是相對安全多了喔 這樣我比較放心 把我的狐狸跟兔子帶過來 那之後我們再想辦法 每一條鐵路過去吧 又是一個大工程喔 那就要繼續期待我之後的發展吧 那我們再一集的朋友 差不多一個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內容 不要下關你的喜歡 那就要繼續觀看我最新發布的影片 就訂閱我吧 那你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覺得會喜歡 地獄冰凍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好吧 好吧 欸 我的狐狸 我的狐狸竟然跑出來啦